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我们还有很多香港的居民是上了上面的 他们有很多的需要 包括他们可能要回来香港 是需要看专科的 看医生的 要去检查的 他们在上面不够药食的 或者是家人在香港 其实是应该要来照顾他们的 这些其实他们真的有很多的忧虑 有很多的担心 影响了他们很多的情绪 我们唯一可以做的 当然就是我们要用心去聆听 去了解他们究竟是什么事 从而想办法去帮他们 有一个妈妈打电话来热线中心 就想查询一下一个确诊的病人 例如坐一班航班 由伦敦回香港 他想知道他坐在哪个位置 因为这是一个很新的案例 在新闻发布会和网站 还没有上载这些资料 所以我基本上是说不到 给他听那个确诊的病人 是坐在哪个位置 其实那个妈妈就觉得很紧张 因为她的女儿也是坐同一班航班 回香港的 他担心那个女儿 就可能会受到感染 但直至到当晚10点钟 都不知道确实的座位偏好 但我觉得我应该 回回我的电话给她 因为我答应了她 都同情她问一下她的女儿 有没有病症 在英国那边的身体怎么样 需不需要有什么帮助 但她心里觉得 你们真的好了 你们工作了这么久 这么晚 你也打回电话给我 我觉得很开心 可以帮到人 这次疫情来得也很快 也很急 我们在这里的角色 除了给一些资讯之外 也好像可以作为一个安抚的角色 也试过有人打来 他一定要知道 那个确诊者住哪一座 哪一个单位 其实我们根本就给不到 一个确实的答案 我们只可以一路安抚她 去问她 原来她觉得她的邻居 就是确诊者 另一方面 她又觉得她住在隔离很近 很担心 因为确诊数字每天都增加 她很怕自己成为下一个确诊者 我们都会听她说很多她自己的不安 一方面就会安抚她 就是那个确诊者 我们已经用了些什么方法 去确保她减少了传染给其他人的机会 另一方面 也都去解释回 维生防护中心的追踪工作